我說爸爸有準備 還去那邊裝傻 然後我好開心 你知道我就衝到客廳去抱 我老公一直親他 我說你討厭啊 明明有 我老公就... 然後就一直問我女兒 你媽怎麼了... 然後我就回房間很開心 我就拿了那個小錢包 就一直親一直親 我女兒就說媽你真的很開心 我說對啊 爸爸送我的 他說那就好... 他不講這句話 我不覺得怎麼樣 我就說你為什麼這樣問我 反正經營大概兩年 就是不但沒賺 而且就進入了所謂的賠錢的狀況 就是常常股東會議 就是會需要去可能增資 或者是跟銀行再貸款 這一類的東西 但是就在那一段時間的時候 因為我有在做美食的節目 然後就認識一些餐飲業的人 有一天有一個 從上海來的朋友就說 我在外灘頂下的一個音樂餐廳 然後我說 因為餐廳我叫什麼名字 一講那個餐廳名字 就是我們投資的餐廳名字 然後我就說 這樣啊 我說你確定嗎 然後我說 我當下完全醫生在想什麼 就變得開始嗡嗡嗡 然後眼睛泛著淚 但我想說不行 當下只有我一個人 我要堅強 然後我就聽醫生講完說 你 他現在要馬上動手術 然後因為我跟他之間 其實就是維持一種 我們其實是沒有祕密的 我們話都是很直說 所以其實我在那個當下 我還是很 他就說 剛剛醫生跟你說什麼 我說 你頭腦裡面長了一個小東西啦 我們現在不知道什麼東西 但是你現在要先解決 你頭腦裡面有水的問題 那你不要緊張 我都會在 我會陪著你 他說好 他說那我會死掉嗎